怪異症候群一代 我沒有玩過 不要劇透啦 我沒有玩過 雖然已經很久的遊戲了 但是就是讓我看看劇情嘛對不對 我看一下聲音大小怎麼樣再調啦 感覺有點大聲有點小聲的 不要太大聲 神代遊家一個人捉迷藏的方法 這個遊戲聽說是都市傳說的題材嘛 沒錯嘛 一個人捉迷藏 準備東西 有沒有人自己玩過一個人捉迷藏啊 在聊天室這些人 有沒有人玩過 光準備這些東西我就覺得好詭異 就是好像要進行什麼奇妙的儀式 然後就會有一種緊張感對不對 好奇心 把玩偶棉花抽出來 做成米人偶 嗯 將指甲放進去 縫線縫起來 浴缸放滿水 欸 就是一個人作命場的這些方式其實一直都有在變對不對 因為他是基於都市傳說出來的步驟 所以每一年或是每一個時期有一些小步驟都會有點改變 你們信不信 現在召喚的方式跟之前召喚的方式會有一點差異在 哇 自己在走 會不會太大聲喔 剛剛那個雷聲會不會太大聲 小聲鳥了 啊這些音樂都是 免費素材嗎 抽到聯絡已經是凌晨三點之後的事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 哇 神代遊家是玩一個人作命場出事了 然後我們是扮演他的朋友去找他對不對 未看先猜 啊 chapter 1 欸 他有分章節 那我可以一個章節一集吧 可以無視一下時間這樣 還是說這一個章節超難過啊 要打五個小時啊 沒那麼難吧 還幹這我欸 美琴 深夜來訪時間抱歉 有家在家嗎 啊他家裡沒有人喔 爸媽也不在 超有禮貌的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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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聲音超尖銳的 有沒有 聽了真的都覺得很雞欸 什麼都沒有 鄰居 你叫什麼名字啊?美琴 他這個人物其實跟那個 人魚藻是一樣的對不對 我比較喜歡這個人物的樣子 RPG2000 還有WARFRPG 怎麼那麼多人 在這裡面是死光啦 會不會太大聲啊 這個開門的音效啊 還是再稍微小聲一點好了 Snake Snake 哇他們家飯都還沒有吃欸 超級壽司 高級壽司 過門的時候需要這麼多時間喔 我先到處調查一下啦 蛤 蛤 一條奇妙的路在這邊 代表說這邊應該會藏著東西 或者是我等一下要躲到這邊 我這樣子理解 有沒有問題 喔這個記錄聲音好吵 大家廁所剛好兩間就這樣子 就是 尬在一起喔 廁所之家 寶箱欸 電話線切斷了 佛潭鑰匙 看人物能不能跑 不行 他家好大喔 他家這個範圍應該有100坪喔 會有無形的力量封鎖著 他怎麼知道有什麼無形的力量啊 Zus了 二樓 這人物頭路騎著蠻可愛的 www www 呼呼呼呼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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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又死了 蛤 啦啦啦啦啦啦 我剛剛是阿了一聲是我 我又死了還是怎麼樣啊 這遊戲 那不是恐怖都市傳說題材嗎 怎麼感覺玩起來其實有點 8787的 豬庫的鑰匙 這該不會調查床有東西吧 老伯 叔叔 這是他朋友的老伯吧對不對 他家那麼大是因為他老伯禿頭嘛對不對 人家就說禿頭都比較有錢 歐吉桑 還在這嗎有尖叫 門上面好像寫了什麼東西 f u c k 不想看 它有核四為甚麼裡面有壁爐 還能成熊代表可以燒什麼東西 把叔叔燒掉 蛤 蛤? 小三小啊? 弄三小啦! 幹! 哇塞! 欸! 這是敵人喔? 玩捉迷藏吧 之類的 我這個該不會就是要躲到我一樓 剛剛講的那個奇妙的凹凸空間吧 我..我不管如何先過去 我下樓他會直接傳送欸 幹! 要死就來 一起來死 哇! 死路 我這邊是要躲哪裡去喔 我死定了 等一下啦 冷靜 不要著急 我現在要躲去哪裡 喂! 這邊怎麼有個湖在跳啊 我再進去一次 喔我可以砸他喔 喔他..他在跳他是在.. 他在提醒我 趕快拿我去砸熊喔之類的 吵死了警車來了我是要報警還是趕快先逃啊 無形力量封鎖著 無形力量封鎖著 熊咧? 熊咧吃飯 他把sushi都吃光了 找到囉 幹!還要再逃一次喔 還要再逃一次喔 路幹 啊我這次是要逃哪裡去啊 我感覺沒什麼東西可以丟啦 喔 還有喔 喔好炸喔 幹! 這就是一個人周迷山就對了 啊每次成功我就記錄一下 那第三次勒 有些房間是鎖的嘛 這裡人 我記得我拿到書櫃鑰匙 佛潭鑰匙 這個遊戲的道具需要使用嗎 要喔 他不是自動偵測然後直接開喔 這裡人 喔只能用一次 佛潭 大廳佛潭 我現在這邊再存檔一次啊 我現在這邊再存檔一次啊 這個啊 幹! 酒瓶 我才... 老爸的壁爐對不對 壁爐一下 老爸壁爐要點火可以直接點嗎 這樣子想想想起來 我需要找個什麼木材啊還是報紙之類的嗎 以邏輯性來說啦 雖然這個遊戲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邏輯 拿書去燒 每個先點一下 啊 這裡好像沒有調查的必要 啊問題是我不點的話要是肉怎麼辦 燒房子喔 呵呵呵 進他家15分鐘 把他家Sushi吃光了 把他家的熊打破頭了 女兒死了 老爸也死了 東西都一掃而進 還要把他家給燒了 欸 這邊怎麼沒有東西可以撿啊 這邊應該可以撿吧 他不是堆救書 還是我要先觸發熊追擊 然後再 再來燒啊 然後跟熊一起死在書房 還是對著他的朋友使用火柴 呵呵 搞什麼 你看這就是讓我想到我之前不是有講 靠杯 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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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存檔一次 每次 每次只要逃脫我就要存檔一次啊 啊這個是 到一定吃素我就沒有東西可以炸了 然後我就死了 是不是 還是說其實都已經設定好 我不用擔心了 看有沒有先點火 火馬上熄了 對嘛 要堆東西進去嘛 把偶機箱丟進去啦 嗯... 欸? 下面好像沒有來過啦 哇靠 喔 這是陽台 他家超大欸 哇 哇 這套老媽吧 這場景讓我想到 死Bread house 歐...歐巴桑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動畫玩也記錄一下 全家都死了 什麼 雨絲 折閃 這把閃應該可以拿來揍熊啊 小春把儲藏室的鑰匙拿出去 藏在大廳時鐘後面 銷架的壺已經爆掉了 一億三千萬的壺 就砸在了破熊頭上 幹嘛 電腦一打開 嬌忍疾風鑽 對一個正常的女高中生來說實在太刺激了 一個人捉迷藏 他是在網路上查到的 然後開始自己一個人搞都市傳說了 用於降靈術咒術 陸生至人偶身上靈魂 與靈魂取得接觸 提高咒術施術值 有靈媒體質的人不建議玩 看 可能會很容易出來惡靈之類的 就像那個熊一樣吧 OK 不能動 網站 躲好了嗎 這下靠北了 我要拿雨傘戳他 為什麼他每次來都會黑啊 找到囉 幹他媽來啊 戳死你 那個解決方法我還沒有看到耶 啊靠北還要躲喔 等一下靠北了 發生什麼事啊 照理來說他應該會稍微的 需要一秒鐘時間過門吧 他都理我這樣子長了呢 搞毛喔 跟傻逼倉鼠一樣 上面有半個身體 是他男朋友啊 還是他弟弟啊 小村嗎 烏扑烏兒 他不是因為屍體而吐 是因為那個傢伙長得太醜了 有了 有了 他會動耶 這殺小喔 晃殺小這幹嘛 他這個是在模擬說屍體跳起來抓住你咬你這樣對不對 怎麼又死了一次啊 記錄一下 這遊戲 這遊戲思維很跳通喔 看一下到底在衝他小 我聽到破窗子代表他半截身體跳出去了 承登 幹嘛 這是幹嘛的 啊啊 啊啊啊啊 詭.. 我可以點火了嗎 我家裡不行喔 說 二樓 西房間 電源線我等一下再去 先看看這到底在衝著 喔那是哥哥不是弟弟 下流的書 什麼他媽下流什麼討厭不討厭啊 人家是正常男生你他媽在那邊GYY的 這女生太做作了喔正常生理現象在那邊GYGY的 不准GY 提示? 好啊 鎖住的房間有兩個能夠擊退的地方 欸 欸?那還有一些隱藏的東西可以點喔? 那你拿到什麼? 他弟的房間好像沒什麼東西啊 到底來說應該有一些重要道具比如說籃球可以拿還是膠帶可以拿 是我目前沒有觸發所以什麼都沒有 H書 我先去放電源線啊 我感覺你拖太久對不對 哇!好大啊 拖拖太久熊應該會出現 ед 盐水倒進杯子�進口中 準備好去找玩偶 zona en 我贏了我贏了我贏了 然後燒掉熊 鹽水杯子 解決辦法 嗯?不就這個嗎? 又來了 火柴我有了嘛 壁爐 我要先讓熊停止行動然後丟到壁爐燒掉 點火 說不定就能逃離這個家了 能在壁爐燒玩偶的東西還有做玩偶的東西 先記錄吧 呃...等等喔 我先去... 先去廚房看看 欸?有血耶 鹽水的話照理來說廚房一定有吧 鹽水 有了 他怎麼海浪的聲音啊 有?都有啦 這次怎麼這麼... 這麼親近啊 這麼的平易近人全部都有啦 他不是說油要放在房子的最右上角的地方 然後其中一格地板對不對 比如說現在人站的地方點下去 耶!找到油了 藏在那個地板的隔間 再記錄一下 痾... 然後我現在是要去觸發什麼東西了嗎 沒錯吧 還是再找一下 還是再找一下 鹽水有了嗎 鹽水有了吧 蛤...被熊摧的時候也不能... 蛤...被熊摧的時候也不能... 蛤... 浴室有東西可以丟 這聲音是怎麼回事 我怎麼聽到了好像... 怎麼火焰大挑戰的音樂啊 一樓大... 停 幹!這是他哥喔 我啊 我不能真的 然後... 喔...我一開始講的這個狹場走到... 喔...果然有用處啦 對嘛 看你就知道了 在哪裡啊 在門口 畢爐先準備好 我點一下他哥的頭 喔...會掉 還送了一個飛吻 幹他媽的 來啊 有時候浴室可以砸嗎 我看一下 喔 衣服砸他 成功了成功了 轉角玉玉到熊 哇...我影片的副標題有了 太棒了 喔...可以可以 喔...都...喔...都是重要道具 但是你就是他媽要... 走到劇情點啊 每次都這樣 我希望有一個恐怖RPG對不對 雖然現在講得有點晚了 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先拿到手上 然後你遇到什麼該用的就直接用上去了 壁爐 沒有身體喔 沒有身體喔 地上還有血跡耶 好帥喔 這邊音樂好棒喔 靠北這是他老爸不是他哥喔 秀書 秀書 靈友 這是放爆裂魔法 補血魔法 火柴 OK 然後...可以去抓玩偶了吧 就記錄一下吧 就記錄一下吧 阻嚕阻嚕暴魯 阻嚕阻嚕暴魯 不要跟我說你們不知道什麼叫做阻嚕阻嚕暴魯 膠帶 OK 哇...這膠帶這麼大 然後...我下次...我現在要去英雄嘛 他那個鞋櫃不知道能不能推開耶 好想推喔 看就有門但是不能推是好... 好疙瘩喔 我要去哪裡英雄啊 那邊存個檔 對等一下 有人說廚房欸 他下一個必定的出現點對不對 他還在看電視 看他媽熊是不是在看A片啊 轉角遇到熊 黏他 不住 不住 跌倒好可愛喔 刀刀囉 啊...這個就可以碰喔 他不會突然捅我嗎 噴眼水 聲音應該是像那個摔角的時候吐毒霧這樣 吐了他滿臉都是... 抓起來 喔有了有了 成功收服了 我就要15秒 哇這邊不能記錄 開門快點啊 幹 我怎麼越走越慢啊 獨找 喔... 底層 社會的束縛 使用道具 詛咒 真的喔 我可以記錄欸 記錄一下 瘋 成功了成功了 但是他們...朋友那一家都死光了欸 自己一個人捉迷藏完成 自己一個人捉迷藏完成 成功了但是他們...朋友那一家都死光了欸 純粹就是讓自己逃出去而已喔 尤家 尤家 抱歉 美琴能夠撐過下一次的考驗嗎 雖然朋友死光了 又有什麼冒險等待著他呢 請進去收看下一集的... 阻入阻入暴露 我就...我第二張先繼續記錄啦 然後就...分段落一下這樣好不好 這主角該不會都是同一個人吧 欸是欸這誰 喔你醒來了 喔 警察局 你朋友的通報 喔他... 他朋友死掉之前有先打給... 主角跟警察局 他兩邊都有打 女孩已經死了 喔 蛤?沒死喔? 未看先猜他朋友其實被附身了 喔 兵士 等 喔 等一下說明一下為什麼他家這麼多死人啊 他哥死了嘛 老爸老媽都死了 啊 一般的警察不會辦這種都市傳說或者是什麼幽靈鬼怪的東西 這邊怎麼講那麼久啊 啊 欸對耶我剛剛沒有說我贏了呢 欸對對對對對 突然都忘記還有一個步驟呢 喔 喔 對耶馬的開始要作祟了 喔我可以走了 他都不會懷疑說我是一個超級殺人魔 嘿嘿 他這個 他這個人大概就是那種 特殊事件調查部門 專門調查一些 靈異鬼怪殺人案件 沒有人要相信的 屁事這樣 你們講超久啊 你們有沒有在看字啊 你們有沒有在看字啊 嗯 哼 講殺小 靠北 對 這孩子王就是其中一個成員 還有另外一個人 嗯 鋼 小鋼 小鋼 這邊在講的時候怎麼都不來點音樂之類的 小鋼的超自然路線跑過頭讓四人困惑 我覺得這個遊戲這部分在講解劇情的地方節奏好差喔 他這邊是想要補足劇情然後就突然的進入了一個 長篇大論的 劇情時間 小鋼的 關卡設計的不錯倒是真的 小鋼的 這麼長誰他媽看得完 小鋼的 屁股拍拍走了 可以記錄了沒 那邊的風聲好大聲喔 吵死了 先離開遊戲 這個遊戲對不對 我覺得他的關卡還有 都市傳說的那個 那個場景那種感覺做得不錯 但是他會 他劇情突然就在第一章結束的時候 然後腦補了一大堆 看起來好煩喔 誠實講啦看起來字太多了好煩 如果能夠稍微剪短一些描述的方式 稍微改變一下 然後隨著故事進行 慢慢的敘述 不要一次就堆了大概一千個字給你 這樣子是不是比較輕鬆 遊戲已經很久了講這些都沒有用了啦 就是稍微 稍微講一下感受啦 然後我覺得還OK啦 這遊戲還有二代嘛 就是一次玩一張的話 就是還可以玩很久這樣 給我說在20秒20字之內說完 劇情節奏有點有點有點爛 但是關卡設計的不錯 我先關掉好不好 先把這個關掉 我這個就是一次玩個一張 或兩張啦 反正就是一張一集啦 OK 我先把遊戲關掉 有一個人猜疑的